今天主題是 因愛和回家 我想和大家一起 在一個主題上 和家庭和心理做一些反省 常常都是在學校工作為主 我亦都在不同的學校工作 所以學校的生活和服務都很熟 在今年的學初 我都有教一班同學道理 其中有時候我教一些道理 都會談談談問一下問題 我有一次講到 在同學之間借錢的問題 我不知道他們說是否借錢 通常都是校規 有些會學校的問題就不給人 但是很難說 之間有時候 有了帶錢 問問一下借錢 接法都假裝會有 人家之間通常會這樣 又看到有些同學 看不知你作作有沒有 借了錢給人之後 收不回 有些同學賣帳 你借了給他們問 叫他們說沒有沒有 一次說沒有 兩次說沒有 三次說沒有 其實很少沒有 講回這個話題的時候 有一個同學 他答我 那個同學是中一 就是剛剛入學 他說 家裡教的 他說不要這樣借錢 他跟著說 說多一點 他就說媽媽教 就算同學請你吃東西 不要經常都要接受 其實他媽媽有少許教你 就是說無功不受 就是說如果你經常都欠了 很多人錢債的時候 可能你將來就要還 我說要你做些事情 就不能不做了 那我聽他講之後 我覺得這個同學的媽媽 某個道路其實很會教她 就是教了她一些人與人之間的 就是個人處事的準則 後來這位同學過了一段時間 在另外一些老師那裡 都聽到一些情況 是什麼呢 原來有時候我們 好像原來一樣 就是吃飯的時候 有些時間 可能他參加了一些活動 他應該要去參與吧 那老師又一次跟我說 那老師說 是不是那個同學 你吃飯的時間 你最多沒有人 我說沒有啊 他剛剛沒有活動 我說沒有啊 那老師就告訴我 這個同學 他告訴我 他說來不了我的活動 因為他要拆開你的活動 那我就知道這個同學 某個道路來講話 就是說一些法律吧 在老師面前 用精力神父 到黨電台的時候 說你神父約了我 要參與這個活動 所以我來不了你那個 那時候呢 我就跟他 教了他 我為什麼想用這個例子 跟各位同學講呢 其實我看過他 其實家長媽媽 很會教他 但是那次成長的時候 那時候呢 我想我們每一個中學的同學 都會經驗過 或者原來有些價值 通日取向呢 我慢慢要下去再化 好像說 我說這些謊 或者做錯一些行為呢 可能沒有人知道 那一個同學呢 他以為他騙了一個老師 他沒有人知道 剛剛一次呢 我跟那個老師 聊天 那老師問我呢 那我回答他 就知道這個同學呢 其實就是聽過說謊 就是聽過說謊 就是聽過說謊 那我也都沒有 在老師面前拆出去 後期才看 我就提回同學 原來呢 在我們的青少年成長階段呢 我們會發揮到 我們不同小學 小學的時候呢 可能很多東西都是 父母幫我們幫牌 或者老師幫我們幫牌 去到中學的時候呢 老師和父母呢 給了隔離多一點的自主給我們 我第四的時候呢 學了一些價值觀呢 我們現在要去反省 要用出來 就好像我說 如果我們發覺到 我借了錢不還給別人的時候呢 以後呢 沒有跟他相信我的了 我的誠信呢 不止 可能甚至我說 我借了給我一百元二百元呢 不止二百元那麼少 我的誠信呢 如果我借了二百元 我以後就 被人說我呢 是一個現錢的人 我相信我們的誠信呢 某個對方就是 老大老 那我想呢 其實 我們青少年成長之中呢 我們就要把這種價值 去內臣化 即是父母很疼我們 很關心我們 但我們的成長之中呢 有我們的銅盃 有社會的價值 記得 有一次在小聖的時間呢 好像平時那樣呢 會走一走操場 和跟我打招呼 那他們兩個 跟我 同學 經過我和他打招呼 喂 最想怎樣 按一聲 就是好像 問一下他怎樣 那我就很突然 他說 神父不是那麼好 因為通常大家 打開招呼都不說 好 很多時候沒有 那一次我跟我說 不是很好 我說為什麼不好 他說壓力很大 我說有些壓力大 他說要準備 掩護風開始 那我想呢 那我想呢 每個同學 面對不同的張力 可能有些是考試的壓力 可能有些是 貧困問題 可能有些是家庭問題 我想我們的成長就是這樣 面對我們的挑戰或者困難 面對我們的挑戰或者困難 我想原來 當我們是這樣 一直成長的時候呢 我們慢慢要調教自己 好像我剛才說 我們要怎樣把 一些的價值 內在化 好像我剛才跟大家說過 我的誠信 我的責任 我如果是這樣 慢慢去學習的時候 除了小的時候 家庭給了我的一些的價值觀 我成長的階段 我會不會去做一個見結呢 還有內化呢 就像今天剛才剛才 你們的老師和你們 讀了一些的讀經 那其中 讀經呢 就是提到 有一些的 不潔啊 貪男的事啊 連提都不要提 就是有一些 罪惡的事 使我們演得我們自己的 我們呢 要消失 反而這些事情 使得我們成長 我想我們大家 已經很明白 是提升我們的 我們是發展我們的 我們不能放棄啊 我想就是這個 成長的階段 原來 我在生命開放的時候呢 我就拿著一朵花 一路會開花結合 反而來說 如果不是的時候呢 我們的成長 就不會得到 健康啊 我想在我們 面對 困難和壓力的時候呢 我們有不同的解決方法 可能有些 同堂學說啦 有些可能聽聽音樂啦 可能做些運動啦 其中呢 其實這些 管性的方法之外呢 都是一些靈性的方法 就像 我們呢 如果有信仰的 同學呢 我們要祈好 是不是 靠神 靠天主呢 幫助我們啊 我想呢 就是這樣的 積極的方法 會幫助我們啊 面對我們的困難 還有呢 幫助我們 去成長 還有呢 不怕接受挑戰 我想呢 這個就是生命啦 這個生命呢 就是首先 由家庭那裡 父母給了我們 還有呢 栽培 慢慢慢慢 去到中學的階段呢 就是 我們的自主權呢 越來越多了 了 中一的可能呢 還是 成長中 我想去到中一中學的同學呢 很多部少呢 都是一個 成年人都獨立啦 那 我很希望呢 各位同學呢 在我們這個成長的階段之中呢 呢 讓我們呢 也都是 醫療天主 呼求天主 特別是我們有困難的時間 後裏呢 為天主呢 讓我們聲寵 讓我們智慧 去怎樣 繼續去生活 還有呢 繼續去發展